大家好,我是葉世昌,葉師傅 今天教大家做個玫瑰豉油雞 它這個精髓就像你經常吃瑞士雞一樣 但我將我的秘訣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豉油雞的做法是怎樣做 這鍋東西最好的好處是我們做完後不需要浪費 我們一樣可以放在雪櫃裡面 儲回去,下次煮回去一樣可以再用 想知道怎樣做,跟我們一起學吧 好了,我們做豉油雞 之前當然一定要有雞 可以有新鮮雞或者冰鮮雞 我們一樣做到同一個效果 但所有的雞我們淋浸之前都要做一個伸展運動 我們將所有的調味料混合了之後要煮滾 煮滾了之後,我們另外有個香料 香料就連同香料袋 入了袋之後,將煮滾了調味料的水 然後放進去 下其實也有個程序 我們先下一下 然後拿起 然後我們下一下 轉一圈 然後又拿起 這個做法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外面容易受熱 雞裡面的內籠 其實是不能入到醬油的 如果溫度有偏差 浸出來就變成外面熟了 裡面就不熟了 我們可以 肚子又浸一次 背又浸下去一次 重複這個動作 三至四次就可以了 滾了的情況 我們首先吸蓋 這個情況 我們要調個中細火 見它有少少微滾 我們先煮它八分鐘 好,我們現在煮完八分鐘 關火 焗它二十八至三十分鐘 好,我們焗完這隻雞了 我們怎麼看呢 為止熟不熟呢 在腿位 在這個腿位 我們把它捉一下 如果它不熟的情況 它就會有些血水去飆出來 即是近腿與骨這個位 捉一下 好,它這個狀態就沒有血水飆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拿上來 還有記住我們要吹冷它 否則我們一熱烂烂 立刻斬的時間 就很容易會爆皮 做出來的效果就沒那麼漂亮了 我們撈上來,放涼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來斬件上碟了 好,玫瑰豉油雞完成了 用來發飲裝 把屁肌切進去 把屁股的裁股 放爐 就連了 8時 不積極度